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政事務 防疫有成功 防疫有成功 工會理事長事業中 工會理事長事業中 很誠實的現在大家先播客前來參與本會黃窩理事長有行的活動 詹之君醫師 他在平基連續服務了七年 有兩次提指審都被餵留了 可是卻在平基工會成立的第二年 理事長任期就被不屁股了 院方一開始用無理由不續聘 接著用醫療專業不足 然後再用病例混輸工作完成率不佳等 變化多端的理由 今天院方用這些理由 只是用來掩飾打壓工會的非法行為 今天工會的夥伴與鄉親 一起站出來有行 就是要告訴院方 工會理事長就是工會的代表人 是醫療勞動者的代表 今天院方藉由這種一年一聘 這種不合理的聘酷契約 讓主治醫師就像派遣功一樣 院方斷然的對理事長不平等 以看似合法 但是也不合理來掩護打壓工會的非法行為 實際上我們工會現在也正在簽訂團協 但是在簽訂團協的前夕 工會理事長遭到不續聘 就是解雇 遭到這樣的打壓 大家其實是非常非常嚴重違反的所謂的承行者 那昨天大家也有看到 醫院對於我的病例未完成 說是因為病例未完成 所以才將我解雇 但是我也要告訴大家 一開始的時候 他告訴我的是沒有理由 到後來他說 是因為我在FB上面寫了一些話 讓他們不開心 到現在又出完變成 病例未完成 我很想知道 他們還有多少個理由可以拿出來講 是不是真正的理由講不出來 所以才用這些理由 要照顧病毒人 平安身體健康 我們就是 直接想要靠病醫 對不對 對 一個所在病醫 就是有關在地人的健康 大家說對不對 對 病醫如果越好 我們的身體就越健康 越保重 大家說對不對 對 但是病醫要怎麼好 醫生 優良 認真的醫生 要給他們留下來 對不對 對 對 認真打拼的 給你人員 要有合理的大夫 大家說對不對 對 結果我們看到 病棟最重要的病醫 病棟記錄的病醫 現在正在走到頭路 最好的醫生 要給他們決定 對 給你人員 精出權力 做一個好不容易 做起來的工業 現在要創掉 大家說這樣有合理嗎 對 對 你病棟 讓我合處的 對 其實公會要成立公會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政府一直在鼓勵所有的醫療企業 所有的企業體都希望有個公會 來做一個勞資的一個條樑 但是我們也看到許多的法令 並不是這麼完全 也並不是這麼的適合公會 沒有一個公會的理事長 是能夠受到一年一併的關係 來解僻一個公會理事長 這是非常不合理的一個地方 你既然鼓勵 我們所有的醫療公會去成立 我們的公會 為了勞治和諧 為什麼我們的公會法 我們的很多的醫療法 相關的法令 對醫事人員的保障 卻是這麼的膚淺 這麼的不負責任 你說在屏東一個神經外科的主治醫師 他能到被解僱他會找不到工作嗎 他其實很容易就可以再找到第二個工作 所以今天所有的醫師 所有的公會成員站出來 我們並不是要站在跟民眾的對立面 我們是要跟民眾站在一起 為我們的安全 為我們的健康 為我們穩定的就醫權利 來做爭取 會是今年被公司 以不適任的部分解僱 那這個時候 我們詹理事長他第一時間也有關心我 說他也被醫院解僱 那講白的詹理事長在醫院工作了七年 他的醫師的表現好不好 好 那醫院為什麼不去續聘他呢 因為他組了公會 他成為公會的理事長 那出處的跟醫院 趁門掉 所以就被解僱了對不對 基本上 一般的勞工 受了勞基法的保固 那公會也受公會法的保固 可是實際上 政府有沒有把這些權利拿出來 把握我們老公 沒有 醫生是一個很神聖的職務 他照顧病人 那 醫院往顧了這些病人的權利 我讓理事長繼續的在醫院從事工作 那是不是把病人的權利往顧掉了 醫師被解僱 醫師被解僱 病人誰來顧 病人誰來顧 好 我們的隊伍慢慢移到我們的門口 我們的隊伍慢慢移到我們的門口 然後呢 我們請三次軍醫師來幫我們站到最前面來 不要了 好啦 我們有三請 我們要到 我們要到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就是要到這裡 我們是人民的縣政府 為什麼我們不能在這邊 郵政的 後面沒有傷害 情的 嘴輒 等於一直到身邊 再一直到前面 一個 縣政府一起來了 縣政府一起了 supported 收正 我們 Interesting произош 了 怕妳收正 噢 來 不要自行過檔 先給溫柔 溫柔不要自行過檔 過檔產生有任何衝突 你們要不要負責 對 打到正條 我們的思求 不要緊 其實往後面 布條往前面 然後我們手舉牌繼續擠著 停機勞全開道車 停機勞全開道車 停止打壓工會 停止打壓工會